金牛这个星座自带福气就不必多说了 那么上升金牛的格局呢 也属于容易被上天优待的类型 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的那个先天雄星土跌 到了上升金牛的盘子里面就逢凶化吉了 这也就意味着啊 每个人一生当中都要忍受的那么几次 土星的锤打到了上升金牛这里就变得和风细雨很多了 你们不太容易遇到那种 类似于把你们关进小黑屋子里面狠狠教训的那种事情 除非你是出生在96年夏军到98年 或者是67年到69年上学的人 有可能还得应付那些对你几乎苛刻的考验 而出生在88年到93年的上升金牛座特别容易出学吧 哪怕你们学得心不甘情不愿的 只要你们肯熬都能够学出成果 有的不一定学历非常的高 但是呢后期可能是出于事业的需要 还会继续学习深造 很多上升金牛在本地混得不如外地 特别是太阳还落进了什么白羊射手 还有天秤座的 当然如果说你是太阳狮子就当我没说 如果想让事业发展的更好 建议上升金牛多找找外地的资源 你们不一定仍要跑去外地啊 就比如说本地的外企也是可以的 你们在职场上呢 对待上级也不要搞什么花样啊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手头的事就挺好的啦 上级自然会看到 但是一定要搞好跟平级同事以及下手的关系 有的时候你们的贵人反而是出现在这些人里面 你对他们客气一点 他们也能够为你缓解一点点的压力 对于打工的以及早年工作的上升金牛来说 你们的颜值身材穿搭 甚至健康状况也会跟你们的工作丝滑度成正比 所以一定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 财运上很多上升金牛的偏财是大于正财的 特别是出生在1971到72年 1983年以及1995年的人 只要是星盘里没有什么太大的硬伤 很容易出那种躺赢的甩手掌柜 一般的上升金牛就算赚的是正财 也建议可以多条件发展 比如说身兼多职或者是做做副业 你们的经营能力还是挺强的 总是能够找到快速赚钱的小妙招 而且你们还有个特点 就是桃花带财 自己越有魅力是越有钱 在恋爱的时候也会比较的大方 很多为人父母的上升金牛 在子女身上的开销很大 也容易养出财商高的孩子 在婚线上上升金牛就一定要擦亮眼睛了 你们第一眼看着上头的人不一定看得很准 如果说你是出生在1970年 1982年1994年的上升金牛座 倒是比较容易遇到一些有钱的另一半 但是把同时这个钱也会给你们带来一些麻烦 如果说另一半它稍微拉垮那么一点点 反而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的大了 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 与其让你们对另一半去擦亮双眼 不如在结婚之前就管理好自己的欲望 钱全色这些东西都不好碰 一旦你给他们披上了好看的外衣 那么麻烦就在后面了 上升金牛跟上升白羊一样 也是需要陪伴的格局 但是你们之间不同的是上升金牛最终需要的 不一定是别人给你带来的温情 而是陪伴带给你的热闹 在陪伴当中你可以获得成长 在陪伴当中你可以活出更好的自己 所以说你们也不要去走那种什么太与世隔绝的路线 如果觉得友情爱情太难搞的话 那么就搞好亲情 很多上升金牛能够培养出让自己老了之后都能够骄傲的后代啊 最后总结一下上升金牛第一要在学习当中求发展 或者说在外地求发展 第二一定要让自己健康好看 第三脑洞越大财务越广 第四多给身边的家人朋友带去正能量